謝謝主席 市長,我看你說要退休,就給你說一下 你看 我來考一下你 賴援好 市長,你住哪裡 我住桃園 桃園喔 上班呢,有沒有 我現在家住台北,但是老家住桃園 有沒有在搭火車搭捷運 也常搭,因為常要回去,架子會搭 交通部的二把手 二把手,你又是交通的專家 那你 來,我們來 第一棒,你如果是由 來,我們問你,班橋搭到這個 松山 南港要多少錢 松山啦,十八塊 十八塊啦,我知道 你知道嗎 那捷運,捷運要多少錢 大概,起碼要三十幾塊 對啊 那你們時間呢 三十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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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嘛 我們十八了 那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 犯局長來說明 事實上 我們在九十五年 我們也通過 九十幾年 是九十幾年 通過 要調整票價 當初就是因為 又因為 有什麼原因又耽誤了 是不是 犯局長來說明一下好了 什麼原因啊 這個是交通部的政策啊 這個不是鐵路局 鐵路局可以單方決定的啊 謝謝賴委員的指教 那我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票價合理化結構方案 是在九十六年的五月通過的 不過當初是因為 通過以後 還有很多配套措施 包括要核算標等很多細節要做 那後來就是 一直整個經濟可能也沒有說很好轉 然後這個物價也一直在上漲啦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考慮到 理科大眾的這個問題 所以沒有把它做一個調整 是這樣 就是說簡單講還是 提供公共驗書服務啦 沒有 好啦這個 台鐵喔 台鐵本身已經營運年年虧損 累積虧損到九百多億了 那當然裡面有絕大多數是 其實是藏起來人事費用 退休的一個 退休的一個取付 這個我們也情有可言啦 那但是你最起碼你正常的營運 你一些可以開源可以截流的部分 你也當著啊 你這個票價長期來的一個偏低 那造成一個造成 你們併樂公司拿少數拿錢來補貼這些人來搭呢 都會去拿政府拿錢來補貼 好 都是這些人 啊 你看呢 我們從下地方的地方 偏遠地區 長城的 變成你拿長城的人來補貼短程的呢 我每次本身 如果要搭火車回台東的話 從不管是任何時段 在台北車站上車的話 哇 整車 站得摸摸摸 差不多都因為辦公室要坐到上山的啊 坐儲供好嗎?他們在坐啊 時間帝速度快,票給他送,十八塊而已啊 對不對?這樣沒有合理? 而且你看,你們台鐵票價長起來 我上次在跟,上次本席也算過 你是用你乘數乘以你的基本 譬如說志強號2.27乘以幾公里 結果你們長期你看,你們把里程數也跟他禁位 無條件禁位,然後2.27算下去又無條件禁位 一張票算了,你十張票你都多一塊兩塊 一塊兩塊這樣給他們撐下去,有的三四塊 這樣撐一撐,你看你們一年要多給他們多少 檢察院不是有沒有跟你們做糾正啊? 這樣不合理? 檢察院是有來韓來修我們意見 那我跟委員說明,這個部分我們 在明年春節前 春節之前會調過來 那你要調的話,是不是順便連這個一併來調嗎? 票價一併來調啊? 因為這個部分設計比較大 我們是希望說這個 本來就是嘛,你看嘛 白白我為南港,我為南港要搬到這裡 我坐自強好的,十八塊 結果我搭捷運要三十五塊 你再說他也要來坐你們代替的 結果你要造成說都會區的一個通勤 你一直探用到這個 本來應該走中長城的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的那個旅客 這樣對我,我覺得對長城旅客來講不公平啊 欸,那起床多少人 你自己上下班的時間,你看 不要說上下班 每天的時間,你如果變化 這個班教到南港,上山一大 站幾、站幾大堆啦 我沒人家連兄弟就拌不起來了耶 這一點我是覺得說 這個對外說 你本來就應該要調整嘛 本來就要改過來啦 對不對 我覺得台鐵齁,很多看似齁 很多真的從消費者角度來看 是很荒謬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們一直藏起來行之有連 我建議說你們票價要做調整 對,比較有價值的 酸料來調嘛,好不好 市長 是不是要調 而且,票價你大概 你現在調整有幾個 欸,你比較簡單 你得用區間的方式 像人家高鐵啦 高鐵啦,捷運都差不多用這樣 而且他們的進位 你看你跟幾千 上幾百的七八百以上 還是那個七百八十六 七百八十七 你為什麼不用五進位、十進位的呢 對不對 而且你把票物簡化 你的票的價值簡化 這個區段到哪一個區段的話 用區段的這樣 減化它的票 阿不然你看 你兩百一十七個車站 乘以兩百一十七 欸,這有幾十萬種的組合啊 你的整個系統會亂去嘛 你就把錢回來 我十塊的 五、十五塊、二十塊的 你可以拿到什麼區段 這樣簡單簡單 不是很好耶 什麼時候可以來調整啊 你覺得 這樣區段化的方向 合不合 我想我們這個 票價合理化方案 其實也是 跟委員提到的 這個很類似 是希望用這個區域里程的 這個方式來做 不過就是說 坦白講 我也是希望 有一些配套措施啊 譬如說 這個 我們的車廂的 更新改造 這個能夠 讓你覺得 服務品質更好 或是它更安全 這個時候 我想我們可以來考量 來調整 這個 這個 做票價調整 那你先 你先把那個區段的那部分 先調啊 不然 而且我是建議 你要調的話 你可以分區段 但是有兩個 我覺得是要同時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說這種區段的 就不合理現象取消 第二個 本席一直要求說 所謂的地緣地檢原則的 這個一定要拿入 這個越狠 應該越狠嘛 對不對 我坐一次我起床之後 我坐 跟台北 台北跟台東八百多塊 我只上下車一次而已 我只使用你們的 Space一次而已 對不對 而且我給你們票 欸 你如果收十八塊 你看收幾個人 才會 收到台東 台東經常買不到他 票價還比人家貴 這樣怎麼會痛 所以本席一直在強調就是 所謂的一個 地緣地檢原則嘛 有沒有問題啊 這個 這個 委員講的 這是 是很正確的 如果要 如果要 如果說是 要做這個 區域性的票價 我們的配套就是 地緣地檢 先就是說 找一個比較好的 那你就快一快實施 你不能說因為你們準備不及 然後那 偏遠地區 越遠的人 他 藏起來他可以早一日 早一日收到這個 減價 可以減價的 這個 優惠 往後此言 今年來 明年來辦好不好 這個 當然我們可以去努力 不過因為這個 佛祖 你就 你 退休進行來完成 你看怎麼樣 佛祖 我想這個配套措施 還是要提出幾個研究 鐵路他明年就已經研究幾年了 事實上鐵路的部分 我覺得他是並沒有研究 像我們未來 車種簡化 區域 徵收的部分 我想鐵路級 一定要配套措施 交通部才會考一個問題 你們 其實你看你們12月要改點 我本時覺得說 我來這裡會做到 像你們排班員一樣的 每天都要建議說你們怎麼排 怎麼調 因為你們 你們都用你們自己調度的角度 在看 你們很少從消費者的一個角度 在看 但平良心講 這半年來 有一些 我把你們建議的幾項 你看 都有的 對不對 我跟你們講說 你花蓮多開到 心左營 我不是叫你為台東開喔 對 跨線的 你看跨線的是不是 比你單線的債克力提高很多 啊 今天你們晚上是說 隔開一個 三排座的 飛機艙的 商務客艙 你看 祖宮 你用祖宮的票結果去收 每天都客滿 生理價多好 啊 本時在這裡再給你建議一下 我是真的鐵路的愛用者 但是本時常常 台東要坐飛車 要過來發 特別要過高雄的時候 會買沒有便當 要怎麼辦 便當 我很怕他 我還在等一等 沒有便當 來來來 講 我們那個 呃 台東那邊 準備那個 要做一個餐物室 不用啦 來 來來 那個那個 蔣東 蔣東安 總經理嘛 來來 你說 為什麼本時買不到便當 包括委員 我想這個車上的便當的準備 有時候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他有時候那個人數的多寡很難去掌控 那我想我們現在也會遵照 那委員的一個建議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建議 就是說我們在台東跟黃寮那邊 那去招商來製作這個便當 隨時可以來車上來做一個補充 欸各位你們 你們可能不太曉得 我們現在台東 如果要吃的便當是 花蓮過來 還是高雄過來 他們不會出的 吃的 這送給我們台東 啊來 我們因為台東 已經有車了 這又不會 經過這樣經過中央廚房出來 經過四五點鐘去了 本身也是吃過草生的便當 吃幾次了 有時候有草生吃又好 有時候連草生就不好吃 會養 真的 啊你既然 你們如果說粗機 你們沒辦法說 在那邊成立一個廚房 你跟民間合作 台東什麼不會做便當很厲害 六十塊一顆的 青菜比你們的排骨的 更大顆 你會讓他們那些 消費者來講 他們有便當就好 當然你們排骨便當是不好吃 但是不一定 有時候你們也創一下 炒飯的 還是叫我們 你便當可以多變化一些 搞不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台鐵 一成不變 你看你們現在台鐵 你們幾度去買 買什麼 買便當 還有一行買什麼 還有各種食品都有 那我看統治是什麼 太陽餅 買幾年了 這個會啦 我們買一點 會徵兆那個 對不對 你有時候你不是說你們境外台東 你去買一個食堆的 還是買兩個食堆的 跟屏東買一個土爐 做蚵仔城 還是說櫻花蝦 對不對 到台南買一個碗粿的 肉粽的 都不錯啊 你幹嘛一定要沒手成規賣那個 我如果是來做你們鐵路的 我就這樣來做 對不對 來 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 你這次改點齁 其實 你看你們的這十克表 好啦 我看齁 這真的有看來氣死 你看 來 台東到樹林這一段 第一班是1007 第二班1062 第三班1064 第四班2020 第五班1076 第六班1017 來 1052 1070 我是照你的時間來排過來齁 全世界哪有時刻表示這樣 人家高鐵 早上從102開始 102 104 106 我看那班的班次是幾號 我就知道說 這是差不多 有一個邏輯性 一個順序 啊 台鐵的 你看 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 這個有沒有辦法改啦 這個 我們其實跟委員報告 這個 有關這個 班次民這部分 我們已經研究差不多了 應該是 在這個年底改 改點 這個其實是十克版 五位調以後 我們下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班次 怎麼樣讓他調的和解性 因為我最主要我們車種太複雜 但是我們盡量把一些藝術 這哪有 我剛剛唸的全部都自強號喔 對 全部都是從台東開到台北的自強號 確實是 請過你看喔 結果你看跳來跳去 跳來唱看有啦 確實 這個確實這個問題 印度啊 印度第六的時刻表 我在看也很清楚 看啊 我們台灣只有這種時刻表 是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排法 委員非常內行啦 我們大概三月份 這不是內行啦 這慶差 小學幼稚園三年的嘛 這樣看對不對 然後最後 其實還有一點 我倒是 我們現在台東 現在在改點了 大概台東到台北 因為我們也考慮到說 你台鐵的那車廂不夠 我們人不敢想用 但是最起碼 你在排點 排點的部分 那稍微做一些調整 那譬如說 台北到台東 我當然是希望說 越多直達車越好 但是有時候 也沒辦法都台東到台北 所以起碼你說 讓我們台東到花蓮 花蓮以後 你在十分鐘左右 同一個月台 換自強號 換太魯閣號過來 但是我現在買票 我一次要買兩次啊 我買兩次啊 我不知道這個票有沒有 那是不是有辦法 這個聯運啊 這個可以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可以齁 有上頭喔 可以可以 那我看看喔 這我要跟台東相親 我也跟委員報告 那個晚上 就是五點以後 到十點沒有吃那個 我們這次已經改過來 大概七點多嗎 沒有 我現在是說 你那個 我在買票的時候 一次我可以買 是是是 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喔 大概 三四天那個時候 應該可以 好 好啦 謝謝委員 好 謝謝